女子结婚一个月 丈夫却频频失联 她就找不到人 她各种理由在忙 其实她就在外面 喝这海喝 四处寻找不见人影 却得知了一个 惊人的消息 后来邻居就跟我说 你怎么会跟她领结婚证呢 他们没有离婚呀 她老公一共有四十婚姻 并且每次婚姻都非常短暂 离婚行为频繁发生 她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结婚离婚是我自有 法律规定不准结婚不准离婚 警方如何处理这起 难解的家务事 骗婚现行计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9年3月18日 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 城西派住所的民警 接到王女士报警 称自己的丈夫不见了 她说自己的老公不见了 所以她需要我们去帮她找老公 坐下吧 坐下 王女士说 头一天她还在微信上 和丈夫联系 从今天早上开始 就联系不上人了 她十分着急 这才报了警 但警方查看了两人的聊天 记录后发现 似乎事情并不像王女士说的 那么简单 王女士和丈夫徐某的聊天记录显示 两人刚刚结婚不到一个月 但金钱方面的往来 却非常频繁 金额多达五十多万 而且聊天记录显示 这似乎已经不是 她丈夫第一次失联了 那么徐某的失联 是出了意外 还是她自己有意为之呢 各位好 欢迎收看金钱说法 这位报警的王女士 说话有些知之无无 欲言又止 街警警警告诉王女士 要想尽快解决问题 一定要实时求是 实话实说 王女士这才说出了实情 这个女孩呢 是之前有过一次婚姻 那么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离异了 第一段婚姻破例后 王女士带着年幼的儿子 一起生活 她开了一家服装店 经济条件逐渐好转 还在昆山买了一套房子 日子过得也算不错 但是单身生活 还是让她感觉有些孤独 她很渴望获得一份感情归宿 王女士不是当地人 社交圈子也不大 于是她注册登陆了一家婚恋网站 希望能在这里 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 也离婚好几年了嘛 就比较孤独嘛 就是说想要有一个 就是想安家嘛 2018年底 她在那家婚恋网站上 结识了28岁的 昆山本地男子徐某 徐某称 自己在一家投资公司工作 家庭条件优越 也是离异 还有个7岁的女儿 相似的经历 让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 看起来比较老老实实的那种 比较文静的那种 看起来还是蛮实在的一个人 都是离过婚的 然后对家庭比较向往 比较向往有一个就是和睦的家庭 就是说来走接下来余生嘛 在交往了三个月后 2019年2月21日 两人在昆山市民政局登记结婚 王女士对民警说 就在登记的当天 丈夫徐某还让她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领结婚证的当天 提出来说要做生意为由 让这个女孩 把她在昆山的一套房子 去做了抵押贷款 对于这个状况 王女士解释说 在两人还处于恋爱阶段的时候 徐某说想和一个朋友赵某 合伙做烟草生意 需要启动资金 为此徐某还把自己父亲名下的 一套房产挂在网上销售 但一时半会儿房子卖不出去 她就跟王女士商量 把王女士在昆山的那套房产 做抵押贷款 我也去人家店里看了 确实有这么回事 确实是想做生意 王女士提出 可以将自己的房子做抵押贷款 但她说两个人要先结婚 再去办贷款 这样她才放心些 对此徐某表示 两人相处得很好 结婚的事她非常愿意 于是 在结婚当天 王女士就去办理了房产抵押贷款 一共50万元 当天贷款呢 对 25号前下来她就拿走了 就拿完钱以后 她会到那去的跟你视频 跟你有聊天 王女士说 由于丈夫很忙 他们结婚一个月 只见了三次面 平常都是用电话 微信联系 她就找不到人 她各种理由在忙 她其实都在外面喝酒 她就在外面陪客户 陪经理 就这种 她会发视频给你 其实她就在外面 胡吃海喝 新婚艳儿 却经常不回家 偶尔还会失联 王女士的心里 开始打鼓 这个丈夫到底在外面 做些什么呢 2019年3月8日这天 徐某又失联了 王女士想去找徐某 却意识到 自己连丈夫家的 具体住址都不知道 只是在聊天中 知道了房间号码 以及徐某所在的 那栋楼有50层 当天 王女士决定 必须要找到丈夫 弄个明白 她开始在昆山市区 到处打听 几经周折 真的被她找到了 丈夫说的那个家 通过就是中介 我问 就是说 哪个小区的 楼层是50层的 然后我就找到了那边 找到那边 我就敲门进去 她跟张某在家 一家人 小孩啊 父母 然后她在洗澡 王女士听徐某说过 张某是她的前妻 他们育有一个女儿 可是眼前的景象 还是让王女士无法接受 感觉心如刀割 她觉得徐某在骗自己 她不肯回家 却和前妻生活在一起 就在她要跟丈夫徐某 当面对峙的时候 徐某竟然推开她 跑下了楼 就从楼上就撑下去 就找不到人了呀 然后当时那个张某 他就交了我的微信 他跟我说 是来看小孩的 我说这不是他家吗 我天天都住在这里啊 我都看到小孩在这里啊 他不是的 他说只是来看小孩的 接下来就一直在 一直在找他 一直在找他 当天徐某跑下楼后 不肯再与王女士见面 他通过微信告诉王女士 自己确实经常去前妻那里 看望女儿 不告诉她 是因为不想引起误会 如今被王女士 知道了这件事 一时之间 肯定解释不清楚了 从那天开始 整整十天的时间里 徐某都没有露面 王女士立即去当地派出所查询 发现徐某和张某 早在2015年就已经离婚了 自己才是徐某的合法妻子 此时他觉得丈夫徐某 可能只是去看孩子的 自己不应该因此 跟他生气吵架 但是一直跟丈夫 见不着面也不是办法 万般无奈之下 他才来到派出所 寻求警察的帮助 我们当时初步看下来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家庭矛盾 他只是希望我们警方 帮忙找一下他的老公 我们公安机关 很迅速的当天 就把他老公找到了 并带会所里 和他进行了协商 双方也协商达成一致 时隔不久 当事人再次报警 他怀疑他老公跟他结婚 就是为了骗他的钱 多次传唤拒不配合 警方找上门 他另有借口 他振振有词 坚称自己的婚姓观没错 感觉合适了就可以结婚 但不合适就不能看 结婚离婚是我自由 他这种抗辩的说法 我们通常都称之为幽灵抗辩 一直在还钱 但一直不还清 他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 骗婚现行计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民警的帮助和劝说下 王女士和丈夫的矛盾 算是告一段落了 双方似乎重归于好了 可是两个月后 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而且这件事彻底打破了 王女士对美满家庭生活的渴望 她再次报了警 在警察对王女士夫妻 做调停的过程中 王女士意识到 丈夫是不是还有隐瞒自己的地方 回到家后追问了徐某 关于那五十万元钱的去向 徐某说她经常不回家 就是在谈那笔生意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徐某口中的烟草生意 依旧没有消息 人也经常消失 后来干脆不再回家了 在外面陪客户 陪经理 他要工作 要赚钱 不容易什么 没过多久 徐某又说自己那笔生意失败了 欠了一屁股债 王女士让她先回家见面再谈 可徐某就是不肯 想到丈夫数次的欺瞒 想到父母为自己的事情日渐憔悴 想到自己失败的婚姻 王女士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可这个时候她发现 自己怀上了徐某的孩子 这让她一时间不知所措 而且之前抵押房子的贷款 还要由她来偿还 当时我就是一边找她 一边高利贷吹债 天天给我打几十个电话 就说要钱呢 一个月一万块钱利息呢 然后我又找不到她 然后高利贷的人又盯着我 好了我们家去要钱 就说搞得我真的日子 真的是没法过了 后来没办法我把房子卖掉了 把这个高利贷还清了 这套房子也是她多年积蓄之后才买的 然后抵押掉之后 相当于她的多年积蓄就全部没了 对她生活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被迫把房子卖掉后 王女士在昆山的生活彻底乱了 这次她对丈夫心灰意冷 但她想不明白的是 明明自己是徐某的合法妻子 徐某为何这样对待自己呢 王女士从明政局那里了解到 徐某在跟她结婚前 曾经有过三段婚姻 并且跟每一任妻子都存在债务关系 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她再一次选择了报警 这个被害人又来到我所 说她可能遇到了诈骗 她怀疑她老公跟她结婚 就是为了骗她的钱 所以我们先去明政局 调决她老公的结婚记录 她老公一共有四次婚姻 并且每次婚姻都非常短暂 警方了解到 徐某的第一任妻子是张某 也就是开头王女士曾经提到过的 徐某的前妻 两人于2015年2月结婚 2015年10月离婚 徐某的第二任妻子是周女士 两人于2016年10月结婚 2017年3月离婚 徐某的第三任妻子是何女士 两人于2017年6月26日结婚 2019年2月19日离婚 王女士是徐某的第四任妻子 两人于2019年2月21日结婚 警方联系上了徐某的前几人妻子 调查后发现 他们的经历跟王女士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在那些婚恋交友网站上 把自己包装成所谓的高富帅 然后去接近这些女性 是2016年通过那个相亲网站认识 自家人网上认识 就是说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他说骗我错是什么 金融总监 然后年薪有30万左右 警方发现徐某找的结婚对象 大多是年龄较大或者是离异 结婚意愿比较强的女子 徐某会先和他们结婚 取得新人后再向他们借钱 他要做生意 就是在外面放那个贷款给别人 都是跟他在领完结婚证之后 短暂的生活几件就是被骗了钱 然后他这个嫌疑人就消失了 对其他几位被害人 进行询问的过程中 他们都不认为这是一个诈骗 他们都觉得或许是碍于面子 或者碍于其他原因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婚姻经济纠纷 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报警 婚姻存续期间 徐某先后向周女士借款三万余元 向何女士借款五十余万元 加上王女士的那五十余万元 徐某以这样的方式 前前后后借了一百多万元 但据王女士说 徐某名下似乎并没有房产 汽车等高价值资产 那这些钱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呢 然后我们还去银行调取 她老公的流水记录 发现她的银行流水 总是在自己前妻之间徘徊 然后并且我们还去 当时的街道和社区经营走访 走访发现她老公和前妻 还是有一些往来 并且还同居在一起 种种迹象表明 徐某存在诈骗嫌疑 警方立即联系徐某 传唤其道公安部门接受询问 可是一连几次 徐某都不接电话 经过多方查证 警方发现 徐某一直在她的第一任妻子 张某的住处 警方随即赶到了 张某居住的小区 徐某似乎并不在房间里 不过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警方 此前确实看到徐某回来了 你们这里守着 那边还有一个楼梯说 你跟他去另外一个楼梯 我在这守着 敲门为什么不开门 敲门为什么不开门 我不知道是谁 那你为什么不想了 我为什么没欠债的 我不知道是谁 我们城市派说的 是你先诈骗 现在依法传唤你 好的 电话联系了你这么多次 你跟我怎么讲的呢 人呢 一会几号我一定来 一会几号我一定来 一会我在湖北人呢 还从楼梯上下来了 以为我们都走了 由于徐某存在诈骗嫌疑 并且屡次对公安机关的传唤 不予理会 警方将他带回公安机关后 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 你跟这几个女朋友 还有老婆 跟他们借钱 借完钱之后 就不怎么跟他们联系了 他们也找不到你 为什么这样做呢 没有不联系 一直变化有联系 那为什么借完钱之后 本来是住一块了 后来就 也不会住了 跟张老婆的话 是我们离婚的 离婚后也一直联系 因为有小孩也经常见面 因为要带小孩买东西 跟周志平是 我俩闹得不愉快之后 一直因为两万块钱的问题 一直纠结着 跟我一直有联系 领完整拿完钱 共同生活了几天之后 闹不愉快的 那么既然你的前面几段婚姻 都是在认识时间 很短年的证之后 感觉感情不合 那为什么后面 还是一直这样 这个结婚离婚 是我自由 法律没规定 不准结婚了 不准离婚 那结婚毕竟也是大事 你这个怎么老师 每个人对待结婚 这个看法不同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 感觉合适了就可以结婚 不合适就分开 当问起这些钱的流向时 徐某表示 自己平时有赌博的习惯 大部分钱都赌输了 还有一部分钱 被自己吃喝玩乐挥霍掉了 现在的他身无分文 名下也没有任何资产 上都要还 我打算还 并且也一直在还 没有 只是没有还清 那你有还款能力吗 有还款能力 你的还款能力来自于什么呢 我这么年轻 每个月可以找份工作 慢慢还 你在进开手所之前 有工作吗 没有固定工作 为什么不找呢 找不到 那既然找不到 那你这个还款能力 改自哪里 那靠我本事 只要不干违法乱七的事情 不一定 只要找正式工作 就能赚到钱 徐某坚称自己并没有诈骗钱财 这些钱都是自己的历任妻子 借给他的 他也在想办法还 只是没有那么多钱 一次性还清而已 王女士也表示 自己确实收到过徐某的部分还款 但对于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来说 根本是杯水车薪 否则自己也不用卖房子来还债了 其他两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他总是以此行为是婚姻一个经济纠纷 在婚姻存续过程中的经济纠纷 并不是自己主观意义上的诈骗 并且那些抵押来的财产都是借给某某虚构出来的人物 他这种解释和抗辩的手法 我们通知行都称之为幽灵抗辩 那么该怎样查清那些钱的流向呢 我们的侦察员兵分多路 去银行调取他的一个资金流向 然后还去街道办事处社区 了解他的一个真实的生活情况 还去他的家中 询问其家庭成员 了解他的近期的一个状况 并且去移动公司 调取了他近日的一个通话记录 我记得这里边笔录都做了大概有三四十份 面对警方询问一问三不知 声称借钱都是女方自愿 法律对他的行为该如何认定 我不知道你们办的机关怎么弄的 没有他人脸识别 我怎么办得下来 都是他自己办的 在证据审查及定性上都存在难点 骗婚现行计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徐某大部分时间 都跟他的第一任妻子张某 在一起生活 其中在拿到王女士的那笔 五十万元贷款后的第二天 徐某和张某就在当地 购买了一辆路虎牌汽车 并落户在张某名下 之后不久 张某还花费三十多万元 装修了一套房子 他们的这些钱 都是从哪来的呢 像他前妻在医院 只是做一个合同制的一个小护士 不可能能买得起路虎 五十多万的车 也不可能去花几十万去装修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家的房子又没有卖 所以他哪里来的钱 警方在走访中了解到 徐某在与王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前妻张某多次共同出现在当地多处地点 有共同往返省内外景区 居住同一酒店房间的记录 在购物过程中跟销售人员 中介人员以夫妻名义相称 警方加大走访力度 希望找到更多徐某接触过的相关人员 掌握到完整的证据链 这是一项耗时费力 但也是目前最有效的工作 而就在警方调查的过程中 又接到了一名流姓女子报案 她说自己被徐某诈骗了八万元 刘某也是在婚恋网站上跟她认识 认识之后徐某开始对她展开追求 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 总是以不同的理由借钱 但当时我心里都没觉得有啥 都是觉得以后毕竟是要在一起的 能帮一把一起发展得更好 也蛮好的 在交往了一段时间后 刘女士觉得徐某是个可以依靠的人 而且徐某也表示 她打算和刘女士结婚 后来她还承诺我说 要买辆车挂在我的名下 说欠差几千块钱的尾款 让我去付 可是刘女士被徐某以各种理由 骗走了八万多元后 她察觉到了不对劲就报了警 你是以什么理由跟她要借钱的 忘记了 忘记了 有没有说过家里的人生病啊 得了什么病重病啊 我现在都忘记了 你有没有用她们这些女朋友的老婆的身份信息 在网上进行过贷款 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办机关怎么弄的 如果要贷款 那个贷款平台都需要本人人脸识别的 没有她人脸识别 我怎么办得下来 都是她自己办的 怎么会判到说 我托她身份证办贷款 你们去那种平台注册下 看是不是要人脸识别 而且钱都是打在她卡上的 那最后这些钱到了谁的卡上呢 是她借给我的呀 那最终还是到了你这边 对呀 在刘女士被骗的八万元中 有两万元是网络贷款 但刘女士却毫不知情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买车的过程中 说注册车牌号还是什么的 要刷个脸 我一点防备心都没有的 看着手机就刷了 后来才知道 她是用我的身份信息去网上借贷了 借了两万块钱 也都是我在还的 徐某的态度非常坚决 抵赖不承认 警方走访了更多 跟徐某接触密切的人收集证据 最终向昆山市人民检察院 提交了一份上百页纸的侦查案卷 被告人行为上 结合了婚恋交友型诈骗 和借贷型诈骗的特征 在证据审查及定性上 都存在难点 第一个难点是被告人始终拒不认罪 否认诈骗 辩解仅是婚内民间借贷 第二个难点是被告人 与多名被害人都办理了婚姻登记 导致是婚内民间借贷 还是诈骗犯罪存在争议 在经过大量的补充侦查后 我们获得了充分的证据 能证实被告人诈骗罪 重婚罪的犯罪事实 检察机关决定批准逮捕被告人 并向法院提起公诉 由于案件涉及人员关系复杂 材料繁多 昆山市人民法院的法官 对徐某的犯罪行为 做了进一步梳理 是认定徐某是否构成诈骗罪 涉及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与各被害人之间 是否存在真实的婚恋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与各被害人之间 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 通过审理案件 我们发现 徐某从一开始 就是以获得各被害人钱款为目的 通过虚构其个人信息 与被害人建立亲密关系 后虚构其做生育需要资金 家人生病住宴等理由 向被害人借款 所借的款项实际用于 其个人消费 以及偿还债务等用途 因此我们认为 徐某他与各被害人之间 也不存在所谓的 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 2021年5月24日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做出刑事判决 一 被告人徐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犯重婚罪 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3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二 责令被告人徐某 退陪王女士等被害人 43万元至11700元不等 徐某的几段婚姻 都是在离婚后再结婚的 为什么也构成重婚罪 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 曲新九教授的看法 那么从情况来看 他和好几个人结婚 那么实际上他把自己 就像做幼儿一样 他的婚姻在法律上 确实他都登记结婚了 在法律上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徐某呢 与他的前妻离婚之后 又与他人登记结婚 但是他冷言保持 与他前妻的夫妻关系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所以构成了重婚罪 徐某表示 自己是在婚姻存续期间 或者是在与对方 交往期间借的钱 而且自己也在还钱 为什么说是诈骗呢 我们这种情况 他通常在法律上来讲 比较至于一种辩解 他是试图辩解说 我是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 就是我确实还想还钱 但问题是他拿走别人钱太多 理由又是虚假的 别人是基于那个理由 假设他是真的情况下 比如说和他结婚是真的 那个借钱的理由是真的 所以把钱给他了 如果知道 他说给的那个借款理由 也是不存在的 也不可能借钱给他 最最根本的就是说 他那个理由是虚假的 他也不想还人家钱 所以他比如说 借了几十万 借了十几万 就还人家一万 就只能表示一下而已 所以在这一来讲 这种辩解 通常他并没有更多的事实 和案件的背景材料 来证明他的真实可靠性 所以不能够被免除性质责任 那么法律上来讲 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他人财物 所以构成了诈骗罪 徐某利用婚姻登记 一次次欺骗女性 令她们在物质和精神上 遭受双重损害 她的行为令人不耻 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在婚姻中 遇到的很多问题 往往被我们当成 家务事来处理 修议对别人启齿 又难以自行解决 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但在此 我们还是要提醒您 当您遇到自己利益受损 甚至是违法的家务事的时候 不妨寻求法律的帮助 因为法律才是保障 我们幸福生活的 最坚强的后盾 好 感谢收看《近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再见